大家好,我是桑普,很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性这个节目 未来的日子有一个礼拜时间 我未必在这个地方和大家注意节目,因为为什么呢? 就要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去其他地方玩 去哪个地方呢?大家看我节目都知道了,现在就不说了 遲些会在当地再和大家做节目,所以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是肯定不会离开大家的,希望大家继续捧场 多多能够用这个Superfans的功能支持我的节目,赞助本人 另外起码都是多点看所有的广告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在24号前日的时间,上周10点多 慈云山发生了一宗很相当很惊悚的一个 刹人,不是杀人案件,应该是一个斩人案件 它是不是涉及到杀人未遂呢?这个有待调查 但是件事是相当可怕 慈云山玉华街74号地下 一间食市營热期间,在24号上周10点多 1名20岁的姓冯的男子 突然之间由后门进入餐厅 二话不说,持刀襲击老板娘 而老板娘在毫无防备之下 头和颈、纵刀、受伤 食客和职员合力将男子制服 并且报警求助 警方赶往现场拘捕男子 并且见证调查他的犯案动机 据了解,事件与政见不同是相当有关的 救护员即场为伤者包扎 其后送往医院治理 老板娘在女友人陪同之下上白车前 向在场记者透露被捕男子并非食客 以往也未曾与她结冤 并指她一冲进来就拆 根据香港01报道 现场消息说事发时餐厅店面 只有老板娘一个人 其余的店员都是在厨房工作 被捕的男子由后门进入餐厅 当时的老板娘问她多少位 谁知道这个男子突然从背囊 拿出一把刀,襲击老板娘 幸好没有刺众要害 被捕的男子更一道指骂餐厅老板娘说 整日枪衰蓝丝 六个大字 整日枪衰蓝丝 被捕之后更加向警察表示 我正在帮你们 这真是经典 对被害人就说 整日枪衰蓝丝 对警察就说 我正在帮你们 你还在抓我 在场的警察就表示 表示我政治中立 等下我们会分析一下 警方只据捕 45岁姓曾的女 食店的负责人 人和20岁姓冯的男子 在餐厅因为锁匙增塞 曾姓的女负责人 怀疑被冯男以刀襲击 导致头颈受伤 清醒被送往伊利沙白医院治理 警员接报到场 经初步调查 逢姓的男子涉嫌商人被捕 案件交由黄大仙刑事调查队第二队 去跟进 据了解被捕人想由后门进入餐厅 老板娘要求他由正门进入 并要使用安心出行 谁知道被捕人入检后 立即用六寸长的切刀 襲击老板娘 涉事的餐厅一向抵食文明 平日也不时推出各类的 掌者餐和学生餐 并提供优惠价 有时价格低至19元 其实相当对于弱势社群 对于一些比较没钱吃饭的人 相当照顾 附近有商户表示 遇襲老板娘为人和善 餐厅因为供应便宜价又有饭捐 因此被街坊称为善心食堂 这宗这样的新闻 无论是几个媒体都有报道 但我的报道量是远远不足的 我会发觉是相当令人心惊胆条 几个分析点 第一件事就是 今天因为政见的不同 是一个非抗争的时期 你这样去对待一个不同抗争的人 其实是不通的 我不认为在这样的做法之下 你可以 你因为一个政见的不同 就去杀 同样道理 我不认为 在时至今日 2022年 你仍然是因为 因为政见的不同 黄对蓝 蓝对蓝对蓝 这样的做法 在别人完全没有防备之下 去捅别人 是不同的 我们也不会鼓励我们支持者 鼓励你去银笼 去捅别人的店员 捅别人的老板 这些绝对不会鼓励 事实上 这件事不会得到任何的后果 第二件事就是 这个兇徒 他们20岁 走进去那个地方 说你们经常针对蓝丝 就是他的说法 就是叫做所谓的 整日唱衰蓝丝 整日唱衰蓝丝 就等于要被人杀害的理由 要被人劏颈 去捅别人的理由 这个无论如何 说不通吧 这个就是 从这个人来说 不可以说又因为这个政见 而这个 或者唱衰自己的人 将自己 化为一种族群的人 就是一族的人 跟着 自己就代表这个蓝丝 来捅这个 这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女老板娘 就是等于 我是中国人 那些人 就是等于 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维大复兴 和中国梦 要 对抗外国势力 那当然 对抗当然不成功 你想想最近 美国 也有共和党的参议员 Marshall Blackburn 来访问台湾 两天 三天 肯定就是越来越多 未来加拿大来了 中国共产党洞黑 加拿大的国会议员 不要来访问 加拿大之后 有英国有欧洲 那你绑到日本了 那我请问你 是否每次都要实弹射击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希望你实弹多些 射多些飞弹 给多些参数给大家看 给多些洋相给大家看 花多些钱 山穷水尽 冰皮力 揭搞到你真是打仗的时候 那个死骗 Thank you very much 继续打 难打仗 打败仗 不知所谓 收皮了 这个就是扯完了 这宗案件 即如说你要一个族群的一个荣光为理由 为这种族群 来发挥了你自己的对抗的目的 那这个已经是很荒谷的事 今天你绝对不是一个以公义对不义 你今天是以不义去对公义 无论这个被袭的人是蓝丝或者黄丝都好 我觉得都是不通的 那当然 蓝黄是正见 黑白是良知 今天 一个女老板娘 在一个地方 没有做任何的挑衅行为 问你 你走回去正门 或者你多少位 走回去正门 就被你这样 用刀 来插 对不对 好巧没有插 他根本上是杀人未遂 你看过那个报道那样说 他好巧插不正要害 如果他插不正要害 他带毒脈 那些死了 所以这一点是相当令人气愤 杀人未遂 分分钟是可以判 无企图刑的 最高的刑罚 那第三点可以说的呢 就是说 跟警察说 我正在帮你们 就是今天 你为了帮警察 帮警察 要去做这件事 警察就不是 不关我事 我政治中立的 其实这些警察呢 真是很有趣 你去打人 721 831 101 杀人 什么都好 你自己做了 现在有人帮你这样做 你不可以代表我 你不关我事 你死了 是不是这样呢 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失心疯的人呢 那如果这样 20岁 姓冯的这条茂里 这条罪犯 这条人责 这条人责 竟然呢 他可以说 我是在帮警察 才这样做 那第二件事 可能会不会 我帮中国公安 中国国安 中国这个国保 中国的秘密警察 去做任何的事呢 我帮着你们 就是今天 你有多少个暴政 就是今天暴民 暴政的基础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流罗 人责 暴民呢 去为他服务 而这些这样的人责 是屡见不鲜的 那 无权代表 无权代理 去做这个行为呢 简直不知所谓 更加需要分析的是第四点 警察 检控系统 和司法机关 会做什么行为 警察 检控机关 司法机关 会不会前满 拉人 后满放人 会不会前满 拉人 后满 重兴发落 拖一段时间 告他一些 小小失声的罪名 跟着呢 量刑方面呢 亦都是 罪名要较轻 这件案件 是attempted murder 杀人未遂 应该可以告到很重 即是叫做谋杀 未遂 无论他是激于义愤也好 或者是deliberated的murder也好 即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做的谋杀也好 都是判处极高的刑罰 他不是义愤 他是一个 K粉 K型的愤怒 那这种愤怒就是因为 他觉得老板娘是黄丝 所以就可以这样杀 是吧 那这种情况 在 检控机关 在警察 检控机关 司法机关 会怎样对待他呢 这一点很值得去探讨 那问题就是 跟着下来就是第五点了 探讨是否违反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一个名词 他们的警察 就是自从 SOGO那宗七一案件之后 就发明了 就叫做 孤狼式恐怖主义 他会不会觉得这东西是 孤狼式恐怖主义 我问你李家超 OK 问你蕭泽 现在的确诊 连欧家宏都确诊 whatever 你们这帮人 会不会定义 这个是孤狼式恐怖主义 不会的 因为为什么 孤狼式恐怖主义 是针对国家安全来说的 这件事 怎样是国家安全 在你们眼中 我都说我帮着你们 我帮着你们 这帮警察 什么 何来有所谓 孤狼式恐怖主义 这只是一宗 商人案 你看 香港01很懂得 framing这宗案件 他framing到这宗案件 是一个 商人案 你商人案 就多坐几个 就算了 怎样像 唐英杰 那样 他基本上没有 伤到什么人 鎖个电单车 撩住之旗 光復香港时代革命 然后冲到那个地方 撞到的警察 又没有重傷 什么都没有 他和现在老板娘的情况 完全不同 智不在杀人 但唐英杰就拿来做宪制 像祭坛上面 拿来宪制的人一样 令人觉得相当愤怒 他判了九年 我就看 方长双眼看这个人 会判多少年 我就很肯定 前门拉人 后门 拖下拖下 重庆发落 可能被他保释都不顶 不用被他激压 很多人现在 四十七人激压了 他们这些人 不违反国安法 原则保释 例外激压 真是不得了 我们放长双眼看这个 冯姓男子 二十岁的这个人 会 什么是下场 他下场可能会错几年 那就算了 但不会被标榜为 孤龙式恐怖主义 但他影响极坏 因为我很担心 开了个先例之后 未来很多的 黄店的老板 就会有 京工资料的感觉 很多老板 请不起什么 保镖保护自己 他们不是有钱人 也装饰了 霹露电视系统 但没办法避免一些 孤狼式白杂式的 襲击 真正的孤狼式恐怖主义 就是这些蓝丝 这些红狗所造成 今时今日的香港 就是这班人 搞得这么毒害 今天他有这样做法 未来会不会激发起 更多黑社会 甚至没有一些孤狼 去做这样的襲击行为 我们当然希望不会 但是香港进入这样的时期 会相当愤怒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一个 专专搞出来 去打击 一些支持民主自由 就是黄店 或者黄色经济圈 这样做法 我们要相当小心 另外就是 我们更加需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案件 和整个共产党的策略 很有关系 共产党永远不会说 出动警察 来到处 那些很下三男 低壮 一些721 831 101 那些很低壮 现在搞到精密的极权 是怎样去做呢 就是假借那些人来打 以前找这个白衣人 就是721的想法 但是721 被全世界盯着 因为你是官商乡黑 加上一些黑社会 乡间的势力 一起去搞人 就是警察来时 他又不在 他在那的时候 警察又不在那 721 总之就不见人了 那你说警察 找人去做白手套 去搞人家的事情呢 其实是 共产党的家常变化 但是那种灰蛇草惺的关系 就是他怎么样 指挥一个中间人去杀害 去伤害人的做法呢 其实将将审明 这些事情 例如你看到 1967年 同样都是8月24日 林斌先生和林光海先生 在出窝大楼上山的时候 那个路口里 被人家有些收路牌 这个是55年前的事 刚刚55年前的事 也都是8月24日当日的事 就是很多收路牌 就说骨骂 那么突然之间呢 就停了 停车了 然后突然之间 有些工人抢上来 就是 淋火了水 点火 整个车都烧着了 烧着了 烧着冷散 是吧 那林斌先生 就是当时商台的DJ 主持《大丈夫日记》 当时的名言就是叫做 就是形容那些左仔 六七的暴徒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骚骚骚骚 下流战夹的人 就是 你后来那些什么 周星辞拍的片 其实是学他 你卑鄙 你下流 你战夹 就是骚骚骚 下流战夹 当然了 有更多其他东西 就是你看到当时的一些 錄音都有说回他的东西 所以后来商台都 一直开了18楼司座 就是去 有很多的DJ 很多的播音员 也都因为他 而继续去广播 守护这个公义之处 就是一个人的牺牲 一个人的生命 不在乎他的 他的 他的quantity 他的长短 而且他的quality 他的品质 他的质素 而 而林斌先生 活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人生 虽然他英年造势 相当可惜 也都留下了他很多的家人 他的遺伤 但是很肯定的 就是 林斌先生 55年前做的事 在 之后的香港 做评论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 我也有幸 陪伴大家 好几年的时间 一起去做这个评论的工作 我相当开心 无论遇到多少的困压 我们希望所有做 在香港的 在这么困难之地 或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做评论工作的人 也都要守护这种自由的精神 好了 当时候 共产党 是当时候出的一些报纸 当时候的快报 一些 当时的五报 也都早已经说 坐姦特激队所为 前几个礼拜 我去了宜蘭 有一位女士 她也是 很有心机 製造一个 一个空间 她播放 《消失的档案》 这套纪录片 说回 1967年 那个历史 就在我们的 博物馆里面消失 历史博物馆里面消失 我因为 这个导演 也是很好的记者 前记者 也相当很出色的导演 他也是 现场对谈 去解说的 不知今夕何夕 罗导演 已经身在香港 身在外地 而 我们在台湾的 很多香港人 和台湾人 第一次接触 消失的档案 是这样的 紀錄片 说回 林彬的股市 和其他股市 更加 知道 当时 当时的 左派的报纸 是立刻 烧着了 之后 没有几个小时 排板也没有那么快 总之 好像原先排好板 一看到东西 立刻出的 就说林彬是林妖 有一个 挫奸突击 对 港澳工伟 基本上 就是 授意的 一个挫奸突击 去杀害林彬 那之后 当然 这件事 当时的 报纸 基本上 已经被截取了 所以永远 留痕迹 但当然 共产党 永远否认了 这些责任 他只是用白手套 做事 就是找人去杀人 那便永远 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大家有看到 黑社会的片 大家都知道 最近看回 杜琪峰那套黑社会 更加感觉到 他是在说 七常委 九常委 就是他在说这件事 永远都是用白手套去杀人 同样道理 今时今日 是不是有人去支配他呢 今时今日 是孤狼式的恐怖袭击 还是背后有人 是指挥着他做这些事情 成为了恐嚇黄店 恐嚇黄色经济圈 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点 是很值得探索的 不要以为 这是孤立事件 事实上很多的证据 都要去查明 要去搞清楚 这件事和831都类似的 一个政权的警察 你以为警察就是主谋吗 不是 主谋是中国共产党 他层层的 即无论从中国共产党的七常委 一路去到习近平七常委 港澳工作领导小组 以前的协调小组 就是领导小组 港澳版 中联版 去到港股特区政府 到警察 警察又和上面的线 是直接联系的 之后 警察派遣一些人 都不知道是否警察 是否中国下来 不知道 所以这条线路 下面除了习近平下面的 每一件事都是白手套 他目的就是说 不惜打死人的风险 都要去那个地方乱棍敲打人 这种做法其实是一样 那你做得高张一点 就是找高张一点 邪恶一点 就是找那些所谓的乡黑 那些所谓的白衣人 做721 甚至今天 即是六七年 找座奸突击队 去做这个所谓这样的事 据说 这帮座奸突击队 最后的人 其实是逃回福建的 就是 我不讲消息来源 就是说 在福建 是福建帮的人 就是这帮这样的空手 匿匿在目 是走回福建 现在都在这儿 OK 至于说 这件事会 持续到哪个时候 大家继续去挖掘 但是55年过去了 血泊未干 真正的杀人的人 捉不到 真正的主谋 大家知道 但是没有办法去厌情他们 这个就是共产党 接着来看这件 这所谓的 旭华街 74号事件 更加彰显到 就是 香港已经是细风日下 道德沦亡 就是这个人 是不是也有人支配他这样做呢 所以 无论是831 无论是这一宗案件 无论是6、7的暴动 都有很多灰蛇草性的关系 希望大家 知道 慎思明辨 就不要 掉以轻心 未来更加就知道 艰险我奋进 困惑我多情 我在台湾 我没有办法 大家要勇敢点 即是 大家要其实 勇敢 才是真正有 自由的标准 如果别人打压你的言论自由 你就不出声 别人去打压那些黄店 于是乎禁言 甚至无尊胎 这样的情况下 永远不会有自由 永远不会有新的一日 自由是靠勇气 和平是靠实力 我希望每一个店家 要增强防御这些东西的实力 放好闭路电视之余 亦都要有一种 智慧反击的能力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今时今日 就是我看到 很幸幸的 就是 不幸中之大幸 就是这个老板娘旁边 也有一些食客 立即扑上去 去制止这个策 不是的话 这个空手 可能就已经杀死了老板娘 有些不幸中的大幸 伙计都是厨房那裡 不是承受第一击 否则的话 可能受伤的人更多 我当然不会说 老板娘受的伤很轻的 不是 那种惊吓 身体的伤害 颈的伤害 头的伤害 是终身难忘的 是一种悲痛的经历 所以 祝愿 这位真正的女老板娘 能够 尽快康复 早日康复 也希望这家店 不要被这件事打沉 我们要坚持 要做应该要做的事 其他的店 都要有勇气去面对 香港人这么恶劣 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精神 可以去面对 如果真是顶不住 尋求自由之地 我也很鼓励大家出去 但既然大家留在香港的话 未来的香港会如何 是一个自由香港 还是一个混沌的香港 就是靠在香港的人 去做得更加好 我们能够做的角色就是 等待一个时机 我们相信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回来不是等于 一定要回来 做一个新香港人 未必这样 我都很热爱台湾 都希望台湾住下去 但肯定有一点就是 光复的时间 可能不远 是大家要准备好 我们的精神斗志 不要被一波一波接一波的东西 感到绝望 感到困压 要抛弃了自己的梦想 抛弃了自己的立场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下一次讲其他问题